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这个是其中一种方法 这个打底色有两个很明显的原因 这个叫做虚实 虚就是阴影 次要的东西就是虚 就让它朦胧 那么我们打了这个底色先 这个背景和绳色的部位 画了底色之后 用小的笔用大的刷 刷纸整个湿透 然后用小的笔去画一些精细的位置 精细的位置 那么我们要很小心去画 要修改它的边界 要把这个边界画得准确 明 瘦光面 灵和背景的颜色要分得很清楚 不能含糊 这个是实 虚实变化 这个实的地方就要清楚 虚的地方例如是背景和阴影部分 要朦胧宣化 不相反 不要分得太清楚 那我们试透了一个底色之后 然后慢慢用小的笔 慢慢把一些阴影的细节慢慢画清楚 那要画清楚明和暗的交界线 明暗交界线 要特别小心 瘦光面和阴影的一些边界的问题 有些地方要过渡 有些地方要清楚 但是我们整体的阴影要少一片颜色 换句话说 阴影的部分 最光的地方都是有一些颜色的 不是很光 那眼睛可以加深一点 这个是明暗面 脸部的暗部阴影部分 全部加一点淡淡的底色 要注意它的明暗交界线 清楚的 朦胧的 和过度的 要分开 要画的准确一点 我们开头画画的时候 要分清楚 学会分清明暗交界线 我们现在眼睦睦的一看这张画 就有明暗的分别 这个叫做分块面 色彩的块面 要分的准确 那这个叫做虚实的地方 实的地方就是说比较清晰准确的地方 虚就是朦胧背景 还有阴影部分 叫做虚 叫朦胧 不是太清晰 要鲜化 用水彩的鲜化去表现 然后有些地方错了 过了阶 我们用纸巾擦干净 有些地方是阴影部分比较光的地方 例如是胡须 头发的地方 我们要把它印干 然后用纸巾把它印干 然后再慢慢的调整 那留白的地方和用纸巾印干的地方 有一点不同 留白的地方比较白 用纸巾印干的地方有一点颜色 那我们画一些精细的地方 例如是近光源的地方 例如是壁纸 例如是脸部重要的地方 我们要很清楚去画 要保留空白的地方 颜色不可以加到空白的地方 要分开明暗两个大色调去画 这样比较容易控制 那当我们画到浅深色的地方 打个底色之后 有些地方可以过渡 过渡就是中间色 例如是这个脸部 它过渡比较圆滑一些 还有一些是过渡比较清楚的 例如是阴影 阴影的很少过渡 阴影之后就受方便 然后过渡多的地方 例如是额头 还有这个脸的地方 脸珠的地方 过渡比较多一点 那画完第一层的底色之后 可以再加深深色的部位 例如是头发 后面一点的地方 可以加深一点 然后这个要很细心哦 然后有些地方可以用笔 擦干净水分 吸干一部分 那么它的水分就没有那么多 就没有那么渲滑 可以在耳朵的地方 细致的修改 那有很多同学看到耳朵很清楚 受光便很光 明暗差别很强烈 但是我们画画的时候 不要把次要的东西 画得太强烈 耳朵不要画得太漂亮 要朦胧一些 凸出主角的地方 例如是眼睛 壁指 那么耳朵 背景 旁边 脸的旁边的阴影 不要加得太重 也不要加得太浅 也不要加得反差太深 深色不要太深 浅色不要太深 那我们进一步的调整这个第一次宣揽的这个效果的边界 例如是明和暗的边界 例如是头发的边界 例如是要保留空白的地方 要把它慢慢的修改 趁它没有干的时候 把它印干 修改 那当我们画到第一层 接近完成的时候 我们尽量修改 然后用风筒吹干 就完成了第一步的底色 打底色和线蓝阴影部分 打底色 还有线蓝这些色彩的变化 那么收光链暂时最好不要加 然后等它干透之后 再画第二步第三步 再画一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现在干透了 要记住干透 潮湿的时候不可以再加颜色 干透之后加颜色 那我们先化壁纸 因为它是高出来的 它的明暗比较强烈一些 壁纸的地方 我们可以加一点深的颜色 然后用中间色慢慢调和 这个笔要洗干净 印干的水 不要太多水分 然后慢慢把它过渡 把我们家的颜色慢慢过渡 有深有浅 加上眼睛壁纸的阴影部分 这些阴影 因为它是新疆人 它的眼比较凹进去 所以眼睛部分可以加重一点 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上眼皮 它的眼皮的上面那部分 要加重一点 那么下眼皮要加 小心不要加太深 要浅色一点 因为光线在头上 左上 或者右上的地方照下来 所以眼皮 上眼皮要加深 眼波要加深 壁纸下面的阴影要加深 还有嘴巴 嘴的上嘴唇要加深 下嘴唇浅深 下嘴唇的 外面的肌肉 有些地方是加深一点 这个步骤是中间色的步骤 有些地方朦胧 有些地方清楚 层次要多 然后画胡须的地方 然后画胡须的地方 胡须要保留空白的地方 和浅色的地方 有些细节要用精细的笔 慢慢画出来 有些地方 我们的这个胡须要小心,头发也要小心 这个老人呢,他的胡须很有趣 有一些胡须是白的,有些是灰的 有一些是浅浅的土,黄色 但是头发也是这样 那么不是全白 那么头发胡须要显示出来 要用反差的方法去显示 例如把胡须旁边的地方加深 它就会浮现出来 那要记住,就是白的胡须都不能用损白去画 要有明暗关系 例如是白色的色高像 它不是白色的,不是全白的 它有很多明暗变化 现在我们是第二次加颜色 第二次加颜色把脸部头发的中间色加完整一些 还有衣服其他地方也可以加完整一些 让它有喧化的效果 那耳朵要小心不要加得太光 要按一点 因为它在阴影和虚的地方 那眼睛要特别小心 这个眼珠中间的地方是叫做瞳孔 瞳孔要深色 瞳孔的旁边,这个眼珠 左上或者右上有个叫做高光点 那么瞳孔的下面的眼珠部分 有个叫做反光的地方 新疆人的眼珠有些是绿的、蓝的 也有些是中色的、褐色的 那么是有点像外国人 当我们加好眼珠这些地方 第一层加上去 不够完整的时候要等它干透 再加第二层 因为它很多细节是不喧化的 是很清晰的 所以一点一点加 用小的笔去加 最好 那当我们画完第二层的时候 可以用风筒吹干 再加第三层的深色 那第三层 我们可以加重一些主要的部分 例如是眼睛的一些暗的地方 然后加了之后 用清水的笔去过渡一些地方 让它过渡 那我们要特别小心 它的灵暗面 要细致一些 变化多一点 通常上眼皮是深色的 下眼皮是瘦光的 所以下眼皮不要加得太深 鼻子的地方 阴影特别 精细和复杂 有反光和深色 然后脸部也不够深 因为老人家的明暗对比比较强烈一些 然后我们加了一种颜色之后 要丰富 不要全部一种颜色 然后洗一下笔 换一下颜色 慢慢把它丰富 这个脸部的颜色丰富了 那脸部阴影的颜色有 土黄 棕色 还有一点红的颜色 褐色 棕色 都有一点 然后脸部 除了这几种颜色 也可以加绿色 蓝色 很丰富的 但是这个绿色蓝色的比例 当然要少一些了 那我们的 这个胡须要小心 它的胡须本身是很有趣味性 有白色 棕色的 还有灰灰的颜色 还有黑一点的胡须 那么画的时候 要把人物的这种特征 这个特别的地方 要刻意去描写 把它画得稀致一些 那我们现在加颜色 浅色的地方和深色的地方 它的颜色的种类是不同的 它的色相是不同的 这个我们看哦 还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它的 深的颜色 还要慢慢加重 当加重的时候 它的胡须 就会浮现出来了 白的地方 就会浮现出来 白的地方 要通过反差 加深深色的地方 才能体现出来 然后头发的地方 要加丰富一点 有深的地方和浅的地方 然后不断调整 不断画它的细致的地方 我们要看清楚 它的整体色调 最后的时候 我们要调整 它的整体色调 整体色调 就是我们要走远一点看 拍一张照片看看 不要混乱 它的阴影部分 最光的地方 都是有点深的颜色 都是深过中间色调 例如是白色的头发 也不是顺白 白色的胡须 也不是顺白 它有明暗变化 当我们画到 究竟完成的时候 我们觉得 这个背景还不够深 可以再加深一点 加深的背景之后 整个人就会浮现出来 它的脸部就会更加白了 我们加大面器的时候 要用刷子去刷 颜色会快 和水分用得比较好 用小的笔画 精细的部分 那当我们画 画的 接近完成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整张画 调转来看 然后看看 发现自己的缺点和优点 这个背景加深了 整个人会浮现出来 那么我们把这个画 调转来看的时候 发现很多轮廓 还不是太准 不是太合理 我们慢慢调整 那这张画 是我在新疆的时候 写生的原稿 这个是第二次再画 我们通常要示范的时候 重新画一次给你们看 那你要知道 画水彩人物 不是抄照片 是要把人物的特征画出来 人物的性格画出来 这些色彩调整 要有美感 现在我加了绅士之后 白的胡须就浮现了 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当我们整体调整之后 这张作品就完成了 那欢迎你们报读我们的课程 欢迎你们订阅我的YouTube 这部影片我们是不公开的 我们是放在YouTube里面的教学片里面 只有报读 我们水彩化课程的人才能看到 我们很多视频是公开的 你们可以参加我们的水彩化课程 也可以订阅我们的YouTube 好了 我们这个示范就差不多完成了 这个示范大约要花三到四个小时 练习的同学可能要花五六个小时 不用怕 慢慢花 这个影片我们是剪接了 把它浓缩在一起 一些吃药的地方我们都删除 而且我们整部片加快了 百分之五十 浓缩了很快 那么你们可以看 看就一目了然 看重点 如果太长的话 你们可能很苦闷 看了三个小时 这个要 这张作品是花三个小时 所以我们把一些重点 简介给你们看 好了 你们希望你们努力 画好人物画 谢谢大家